好,今天我们继续对上市公司股票财务图表数据讲解的进行第三集 继续在TradingView这个网站对中国工商银行这个股票进行分析 我们点击左边那个开放的按钮就出现下面的图 那么这个图我们怎么去解释呢?第一个,下次报告日期 这个就代表该股下次财务报告的日期,在这里是8月29号 第二个是报告期 QE2024就是代表2024年的第二个季度 第三个,EPS预估 是代表2024年第二季度,每股的收益在这里为0.27元 第四个,收益预估 就是在2024年第二季度,估计收益为1.96500千亿元 第五个,市值 也就是现在该股的市场价值为1.82万亿元 第六个,股票收益率 这里为5.61% 也就是每年的分红派息率为5.61% 也就是说,如果你买入100元该股票,每年你就可以获得分红派息 第七个,市场价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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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该股的市场价值为5.62元 所以该股的价值应该是偏低的 第八个,基本每股收益为0.97元 现在每股的价值为5.62元 也就是说5.62元的股票 一股就可以赚0.97元 那那个比率我们可以计算出来的 两个一除就是17.26% 收益率都非常之高的 淨收入 第九个,淨收入代表2023年每股的 总的淨收入为3.6399千亿 总收入代表2023年 总收入为1.59万亿 第十一个,流通股 代表市场流通的股票为1.8498亿 最后一个,第十二个,Bitter 是1年的,也就是股票的波动性 为0.36 波动性就是市场的波动率相对 当它的波动性是少于1的时候 今天就说到这里 更多关注,请继续看第四集 第十一个,流通股票的波动性 第十一个,流通股票的波动性